他有个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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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4月8日下午 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巴伦县 来自西特克警察局的艾米利警员 在县道上发现了一辆通缉犯所驾驶的雪佛兰汽车 该车车主是50岁的格伦佩里 他在最近几个月拒绝向前妻支付子女的抚养费 并且缺席了相关的听证会 这在该州已经构成了一项重罪 因此法院向他签发了逮捕令 由于艾米利警员已经事先得知 嫌犯的精神状况不太稳定 并经常随身携带武器 因此他没有立即拦下对方 而是通过无线电请求了增援 不久后 来自卡梅伦警察局 23岁的亨特警员率先赶到了现场 此时嫌犯已经把车停在了路边 艾米利警员则站在后面发出指令 但就在亨特警员下车查看时 嫌犯却突然打开车门 拿出一把步枪开始射击 警员在看到嫌犯后立即还击 同时退到了巡逻车的后面 但也许是因为经验不足 或是想帮助自己的同伴 警员之后主动离开了掩体 警员的格洛克手枪 在关键时刻卡壳了 他没能来得及处理故障 可以看到嫌犯随后拿着步枪走了过来 与此同时 警方的增援正在全速赶往现场 他们都收到了两名警员的求助 一名开车路过的市民 此时也拨打了报警电话 这是附近一处工厂的监视器画面 这辆黑车司机应该就是刚才的报警人 很快第一批增援便赶到了现场 由于嫌犯被击中 但还没有失去反抗能力 因此警员把车停到了很远的地方 之后更多增援赶到了现场 他们聚集在一起 上前接近了目标 警员们移除了嫌犯所使用的步枪 并给他戴上的手铐 我们有两个手铐 我们有195 他也被击中了 你们俩的手铐 你们俩的手铐 等下 站住 我得了 我得了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背是空 前面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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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另一枪 前面是空 嫌犯佩里随后被送往医院抢救 最终没能活下来 这是他在现场使用的武器 包括两把步枪和两把手枪 警方还在他的车里 找到了九个弹匣和数百发弹药 根据当地检察官的报告 佩里在离婚后的精神状况很不稳定 他的父母和前妻都认为他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由于对自己离婚案的判决有所不满 佩里还非常仇视政府和执法部门 为此他专门修建了一个射击场 并合法购买了十多把武器 用警察的图片当靶纸进行射击训练 另外我们得知 虽然两名警员奋力反击 但他们还是在现场不幸遇难 其中32岁的艾米利警员 已经在执法部门工作了五年 而23岁的亨特警员 则刚刚加入卡梅伦警察局不到一年 2023年4月15日 巴伦县警方为两名警员 举办了一场大型的葬礼 在此期间 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执法人员 以及附近的数千名市民前来参加 并组成了一条长达20公里的游行队伍 对于本次事件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